今天这个记者会主要我们是非议 我们州政府 他完全掌控了这个地方政府的资源 包括我们在主办任何活动 他们都把所有的场所不罢 而且完全是给反对党 作为他们的演讲或者拉票的平台 这是非常令我们相信的 如果说今天场地 我说过去他们经常会非议 他说国政呢 我们执政的州里没有不用 今天他是要用以牙还牙 还是呢 之前他们自己所说的 要一个公正 要一个干净 要一个公平的选举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首先当你推崇出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时候 你本身在紫禁的州 应该带头呢 以身坐着坐起来 可惜了 我们看到他们呢 是前所未有的主办的一个围棋呢 两个多星期的这个嘉年 嘉年华会 这个我相信在任何的这一个嘉年华会的历史上呢 我看嘉年呢 纯粹是为了配合竞争而主办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体育馆是完全的被占了 我想我们国家也不曾经不会把这个stadium租下来 或者是呢 不让人家用力 这个是一个相当呢 令我们感到吃惊的 另外一点我们也发现到呢 他们在所有的民众会堂或者是篮球场 其实有很多的这一个这些比如说宋爱床里头 有六七个属于公共公众的场合 这些场所呢 完全呢 是让民众占用而已 他是用完所有这一个他们市议会的资源 那么独霸这些场所 不让我们进行这一个任何的活动 这个是令我们感到吃惊 所以我们并不得已呢 毕竟在一些呢 别的地方租用一些餐馆 省至呢 我们要踏盆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活动 那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呢 曾经你们批评过国生 这个时候呢 当你做政府的时候 为什么你是变本加厉呢 第二点我们也认为说 州政府不应该滥用这个市议会 他们掌控市议会的游戏 让这些官员为所欲 我们看到的显然有很多的照片 这一些NPK界的执法官 他们可以出来 那么就是说这些紧固条 那么当然更令我们难以接受的是呢 这一些团队党人士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大摇大摆拿着剪刀 就是剪固条 自己参与制保行动 自行制保 这个是要不得的 可以过去根据所有的进行的这个法令呢 你不是你必须要向选举委会投诉 后来他们才会指示呢 要求哪一些团队回归的 来就是把它剪掉 或者把它拿下来 这个是原本我们应该服应的 那一条这个团队 我们的这个委层的候选人 候选人的这个代理能力 他都核起立 任何我们对他不满的这一个团队 我们都是根据这个法令 他本身也是一个律师 向SPR投诉 SPR调查之后觉得 他们才能禁止这个职房 所以我们这几天也拍到一些照片 我看里面也有一些照片 那么显示呢 他们自行职房 这个事呢 我觉得不能够被接受 另外一点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几天 竞选期已经进入了最后两天 我们似乎完全没有得到 明年政府任何的回应 针对地方性的问题 他们只把东扯西扯 别的跟家里没有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些事情呢 把它扯进来 这个当然他可能是选战的策略 不过呢 今天你要选的 不是选户城的国会员 今天你要选的 不是一个呢 所谓执政中央 我们认为呢 更重要更贴切的一点 就是要选因为呢 为地方上选民服务的代理事 那就是州议员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重复五样东西 是州政府完全不要回应 我们这几天所展开的公司 第一 就是那个门牌税 根据他们的宣言 本身声称 要把门牌税调低20% 今天看到不是调低 而是把这个门牌税呢 调高 而且之前我有一个案例呢 他调高的幅度呢 曾经一度呢 19,100% 然后呢 最后呢 上述了四次 那么所谓的上述得值 还是要呢 付还了7167%的这个涨幅 这个是惊人的 所以我说这一点就证明呢 马来文说 加高 大是国民运 他们只是讲 但是未免住 第二 商业执照 除了我们本身 新鲜的政党 也提出这个问题以外呢 中小型工会 地方上代表着各行会业的 也提出这样的一个福利 很多的商家也提出这个福利 但是到目前 不管是州大城 或者是写州的经济部门 还是行政医院 完全不要回应 我想他们是视而不见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牵扯到所有的这些商家 他的涨幅是46% 要500% 这个是要不得的 第三个 Land Premium 税捐的问题 这个也是呢 即时诈开 为什么 雪南俄州的这个税卷 是比如 柔国州 马六甲州 甚至在 国政308之前 当时我们领导的州政府 我们只收 一块五毛 就是快半钱的税卷 Land Premium 为什么今天要起到 7块到32块 这是第一点 在令我们觉得 觉得呢 匪夷所思的是呢 他们竟然用出一些花招 说你还一千块 你的子子孙孙就能够 举着你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起草的方式 因为你必须了解到呢 他们 如果说有一天 他们的孩子呢 到别地方工作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把这个 原来的主屋卖掉 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他们是吃亏的 今天 如果你还一千块 那只是一个政治花招 你所谓的税捐是完全没有 还到的 税捐的这个收 它的收费是非常高 连今天都 五千多方车的 都是一百八十七千 你试想想 十年二十年后 那很可能呢 就是三十万四十万 当你卖这个土地 六十万的时候 你要坚定中政府四十万 或者三十万的这个税权 这个是非常非常 很多人没有感觉到 最近有人在这个 我们选期内呢 就有几个案例 开始要卖地的时候 才能察觉到 原来他们是要 还那个差价 所以我说 Premium这个问题呢 他们没有 做出任何的警示 他们只是呢 含糊的带货 你给一千块 你可以呢 拥有这些物质 但是呢 它不像其他州属 你还了九十九年的 这一个拥有权 你就可以呢 直接没有后顾自由 只只顺顺 可以自由很快 这是第三 第四呢 垃圾的问题 我们在这一次 走访的每一个选区 几乎十个当中 有一半以上 都是提及我们 这个市政局 他们在处理垃圾不当 而且呢 没有人来倒垃圾 我们排水有时候 这一个所谓的 如果你有投诉的话呢 以前的州议员会告诉你呢 叫人家来打 倒的话是私人承包 这样的话呢 你加重人民的负担 这是双重的打击 所以我认为 处理垃圾这一块呢 他们必须向 这些居民交代 毕竟三二三之后呢 人民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第五项就是这一个呢 亦与承灾的问题 那么明年的政府 一个领导有几个人在报纸上说 我们家里西米山是没有水灾 大家可以看这几天 当亲朋大雨的时候呢 看到很多地方 甚至一些住家呢 前天晚上 当我们起湖之后啊 有几个那个老妇人 过来我们的这个湖中心 所以我今天不能睡觉了 我家呢 淹水淀淹一层多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他们都是视而不见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亦有存在的问题 那么市政局 包括州政府是有 这个职责来协助他们 改善这一个核心 整个排水系统 我再重复 中央政府给州政府的钱 维修道路勾起的钱 那类似没有用到 最近为了应付这场补选 才开始在一两个星座 开一些小的工具 这个是呢 要不能执行 所以刚光只是那五点 他们一直回避的 我们是挑战 选中的民连政府 出来解释 向人民做交代 要不然 我们只能说 他们是没有办法 或者是处于无奈 没有办法 无力 无能来解决 这一个问题